哈喽,大家好,我是Gary 昨天在卡特尔世界盃的亚洲区预选赛 中国队也是大比分的以7比0 战胜了关岛队 上半场一度打得非常的... 打不开局面吧,可以说 一度的陷入了僵局 仅仅依靠两个边路的船中 并没有很容易的敲开了关岛队的城池 直到20多分钟,无垒的点球 以及在中场结束之前 金钦道以无锡小范围的配合 勉强的进了两个球 上半场仅仅可以说是刚刚及格 下半场就完全不一样了 再换上阿兰 以及咱们恒大队的韦诗豪 感觉整个中国队打得非常的灵活 也是在关岛队体力下降的时候狂轰乱炸 最后以7比0的比分 战胜了关岛队 可以说是一场无关痛痒的比赛吧 李铁也是颇有一些尝试新阵容的一种味道在里面 毕竟最后的积分 7比0的积分 并不会算在最好第二名积分的比较当中 可以说是勉强及格吧李铁的首秀 可以看到球员的地面的传递 也是比以前顺畅的多了 当然了关岛队实力也是不敢恭维 特别是在下半场体力完全不支的时候 中国队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 那么就在我们沉醉在小小的胜利当中的时候 那么今天下午又传出了一个对中国队更为更为不利的消息 那么就是剩下来的中国队所有的比赛将会从苏州挪到迪拜 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叙利亚队以及其他球队 可能并没有办法能顺利进入中国 包括签证健康症等等这种制约的因素 由于这个新冠肺炎 我也是不知道出于是什么考虑的 我们也没有听说过这个竹鞋有任何的这种所谓的考虑存在 那么直接呢就同意了这个亚洲竹联的这个请求 那么中国队呢在未来的三场比赛当中呢 就痛失了一个主场的这个好局 那么苏州的这些朋友呢 呃我们国内的球迷呢也是压抑了这么久 终于有中国队的比赛可以看的 没想到呢就这样被取消了 那么对苏州的球迷来说呢 也是非常的难受 那么中国队来说呢也是痛失了这个主场的这个优势 后面基于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会不会甚至会设置一些其他的这些 我们可能外人可能不能知道的这些东西呢 那么希望呢在未来的几天呢 中国竹鞋能出来呢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好平复一下呢国内人们的这个心情 总而言之呢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及格啊 及格特别是阿兰啊这个我们这个新规划的这个球员哈 也是手在国家队呢正式比赛当中呢有所有所进球了 那么我之前比较担心呢这个艾克森呢也是通过一击投球呢也是给自己呢拿到了一个国家队的进球 非常可惜的就是这个飞兰多呢现在据报道说呢可能会缺席余下的所有的事实强赛的这个比赛哈 我们希望飞兰多呢能赶紧的商誉回到我们的阵容当中 小摩托呀真的是中国对非常重要的一员之一 好那损失了飞兰多呢相信对离铁的阵术战术布阵呢也是会有相当一定的这个影响 好了那我们就且看中国竹鞋怎么样给这个中国的民众跟球运呢去交代这个事情的同时呢 也希望中国队能赶紧这个避免这个周居劳顿 好那么我们希望中国队在迪拜呢一切顺利哈 如果对中国主题的这个决定有什么想法的朋友呢 记得在下面评论区给我发一些评论也可以发这个弹幕哈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记得订阅点赞与关注您的支持 将会是推动我做下一个视频的动力 十分感谢大家在过去几个世界杯的主题的视频里面呀 对我的大力的这个支持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越做越好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